之前有一部影片是說我的影片被FB判定為垃圾訊息 那今天就要跟你來討論看看不是被檢舉 是FB的判斷系統的問題 誒那有怎麼樣的方法可以避免這樣 今天就讓你學會這一點喔 今天在開頭之前要再次的跟大家呼籲一下 抽獎活動已經開始囉 趕快到粉絲團看一下怎麼樣做抽獎 那還有在粉絲團留言喔 那你可以順便在粉絲團跟我互動互動喔 嗨我是魚翼之兔 歡迎回到教學的時間 那今天要教你的是你的影片怎樣才不會讓FB判斷你是垃圾的訊息 要怎麼樣良好的去宣傳你的影片呢 那在教學之前趕快檢查一下 你訂閱了嗎 那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這樣你才可以即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那喜歡的影片也不要忘了點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那我們就進入教學囉 首先就是你看一下我圖片會放在這邊 或是這邊 然後這兩邊就是左右 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嘿 給你3秒鐘的考慮時間 3 2 1 欸 考慮出來了嗎 有什麼不一樣嗎 呃 不一樣的處就是在於連結的多寡 那我現在目前測試了 你FB如果只要超過你的這個發文內超過三個連結以上 那你就會被FB判斷是垃圾訊息 那只要在三個以內就是兩個連結的話 那第三個就有點危險了就會被判定喔 所以你最好是在兩個連結以內 比較不會被 是兩個連結是不會被判斷是垃圾訊息 因為我現在就放兩個連結 就沒有再出現垃圾訊息這個東西 但是一旦超過三個以上的連結 就會被判定為垃圾訊息 所以連結只能用兩個 所以你有什麼想要宣傳的東西就盡量在 如果像我一樣是用影片的話 那就盡量在影片上面做宣傳 就不要放在連結 如果之前有宣傳300訂閱跟350訂閱的影片 那就等於我放了四個連結 那就被判定為垃圾訊息啦 所以今天要教你的就很簡單 把你的連結縮短到只有兩個連結 那你有什麼宣傳的話 就可以在開頭前宣傳跟結尾前宣傳 那今天的影片就很簡單喔 是吧 對了 那個抽獎活動已經開始喔 趕快到粉絲團留言順便看一下 抽獎活動怎麼樣呢 都在粉絲團裡面看得到 不要忘了去參加抽獎喔 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啊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和意見 或者是你希望我拍神樣的影片 或是去哪裡玩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趕快點擊訂閱 那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這樣才可以及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那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 給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跟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了到粉絲團來跟我互動互動啊 那今天這樣 那看下次用怎樣的影片來進入生活囉 掰掰